我想9月現在暫時市場的利率期貨數據顯示 是加0.75的機會比較大 大約有七成機會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9月單一次加0.5還是0.75 其實那個分別 就是對於整個大環境的分別未必是很大的 就是你如果一兩次加0.25的話 但是問題是因為 其實今年年頭已經開始了一個加息的週期 那你一直下去就不會說太快 立刻要去想什麼時候停 因為有些已經立刻去想定 可能想唱好一下 然後說明年就應該可以減息的了 那這個就比較是言之上早 就是昨天或者最近美聯署都有些官員出來說 未必會這麼快減回 但是其實如果就是說看一些官方文件或者白威爾說的東西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不會設定一個時間的 他們是看著一系列的經濟數據去調節的 因為這個也是貨幣政策要存在的目的 所以他們如果去看著環境 譬如去年有些人或者有些懷疑家有些人會去說 那部分會去說 那就是說為什麼不快點去加息 因為通脹都已經很厲害了 那因為他們有看著一系列的經濟數據 那譬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就業數據 那它會去看市場是承受到的時候才慢慢慢慢的去加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調節的機制來的 那當然你的股市就不是他們那個考慮的範圍來的 它不是要去 就是它做這個的貨幣政策 不是去要去那個股市怎麼樣 其實它只要保住不是一個金融市場的大爆的事件 那我想它都會盡量想 其實它已經是可以去做這個調節 因為譬如說會不會市會很大反應或者經濟環境會收入很多資產會出現貶值的情況 那這個都很大的機會了 那其實都在發生著 但是這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是因為過去十幾年美聯儲是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其實是放了水十幾年 那所以現在其實是要收緊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調節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週期 所以都是一個合理的舉措來的 但是當然這個會令到股市或者其他的資產都很大機會會繼續收押 這個應該也是 其實它們真正會去 即貨幣政策其實很固定 就是去做調節 去盯著一系列的指示 而真正有一個由寬鬆去到緊的 應該是去年底開始預示了 然後今年年頭開始實行的 所以其實一個大方向已經是這樣的 只不過上個星期可能講完話 就是市場又出來會借勢炒一下 再特別去專注在這個點裏面 所以見到是真的有一個明顯一些的回調 這幾天 就是中間有一點輕輕的穩定 但是其實那個方向是否暫時 加息收水的週期 應該大約上年尾今年年頭開始 其實整個美股的下行那裡 也是那時候開始 如果你說看回這裡大半年至一年 大約九個月 由上年底起的話 那裡整個變了 由十幾年一路向上變了下行 那個走勢都未算是扭轉 所以現在其實是延續著那個偏弱的走勢裏面的一些震盪 那現在都有機會會看看 是不是要試回六月那個底的了 就是六月開始反彈 反彈上來的美股